進賣場前 先掃條碼石連製 再消毒 幾乎已經是你我生活的日常 但現在桃園全台唯一 必須要再加強版二級警戒 不會啊 因為該採買還是會來採買 然後避開就是人多的地方 會盡量避開就怎樣 就是照著政府的規定來 照政府規定來 因為你東西還是要買的 對啊 所以不會覺得麻煩 不會 大家似乎都有點習慣了 但即將要到來的中秋連假 又是一個人流移動頻繁的節日 是否取消所有中秋節活動 也禁止群聚烤肉 更要求大家不要一起唱歌 偏偏警戒時間一拉長 當規定變成習慣後 所有人幾乎都認為 不會有太大改變 不過指揮中心公布 針對桃園市 必須要有二級加強警戒 集會活動人數有上限 室內五十 室外一百人 如果超過就必須報備申請專案 超市賣場加強人流管控 以及醫院長照中心 即刻起禁止探病 其他場所還有規範 都是以二級警戒為主 好不容易生活稍稍恢復正常 連續機師遭突破性感染 而且足跡進到社區 還跨足三線市 就怕疫情再升溫 指揮中心現在針對桃園市特別警戒 都是機師嘛 對不對 他們的範圍應該還是都在南崗那邊嗎 雖然民眾認為確診者足跡範圍有限 但大家心情真的不能有一絲絲鬆懈 口罩得戴好 這又是再一次考驗 公共場所消毒到底有沒有確實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